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本该热闹的鸡家大宅 此时却门可罗雀 年过茂蝶的鸡鹏飞正满脸愁苦 见到王刚后他步履蹒跚地走来迎接 被王刚制止 随后王刚搀扶着鸡鹏飞不断安慰道 鸡老 事已至此 请您想开一点 才刚说完 起料刚刚还一脸和善的鸡鹏飞忽然大发雷霆 指着王刚的鼻子怒斥道 话都给你们说了 我说什么了吗 现在猫哭耗子了 可是我儿子的命该怎么办 一向脾气和善的鸡鹏飞为何发火 鸡鹏飞的儿子又出了什么事呢 骨肉至亲 求门无路鸡鹏飞 是原国务院副总理 外交战线的杰出代表人 曾经指挥过华东战场 是我国著名的开国元勋之一 一般上了战场的将领 晚年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落了旧级 可鸡鹏飞却精神绝朔 不仅见证了我国历史的变迁 甚至还精神抖擞地迈入了21世纪 但刚刚踏入21世纪 时代便给了鸡鹏飞一个当头棒喝 那便是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 家中遭逢巨变 他最骄傲的儿子鸡胜德 因倒卖军产 泄露国家机密被抓了 说起从前的鸡胜德 任谁都要对他赞不绝口 从小出生于优越的家庭中 又是鸡鹏飞的独子 因此鸡鹏飞极为器重这个儿子 在鸡胜德懂事之时 便下了很大的功夫 对他进行栽培 后来为了秉承赋业 父子俩一经商量 鸡胜德决定报名参军 军中生活虽然困苦 但鸡鹏飞对儿子却十分心疼 因此特意打了招呼 要军队多多照顾鸡胜德 虽然鸡胜德在军中 展现了他过人的军事天赋 可父亲的私情 与自己享有的特殊照顾 逐渐让他养成了好高骛远 妄自尊大的性子 虽然鸡胜德每次回家 都会被父亲千叮万主 要好好表现 要一心为国 但鸡胜德却不以为意 因为他的贪功冒进 闯了许多祸事 最后仍是父亲为他摆平 这给了鸡胜德错觉 他认为只要父亲在 那么他就会平安无事 带着这个想法 鸡胜德愈发胆大妄为 开始追求更多的权力 和更高的地位 此时正是改革开放的时期 一切都向前看 鸡胜德也不例外 于是他铤而走险 利用在军中的职务 和赖昌星 做起了走私军火的生意 他将军中的火药 私自定下价格 倒卖给赖昌星 赚得盆满钵满 在当时鸡胜德贪污的 巨额财产高达几千万美元 几乎都被他转移到海外 在海外购买了房产 如果说倒卖军火是贪心不足 那么鸡胜德后来的做法 那将会被钉上耻辱住 鸡胜德愈发的利欲熏心 倒卖军火 已然满足不了自己的私欲 此时他的生意场上 来了一位美国人 美国人给他提供了一条渠道 让鸡胜德眼前一亮 那便是成为美国的间谍 将我国重要的情报 透露给他们 在鸡胜德眼中 透露几条军事情报 问题不大 因此他不以为意 但没想到 鸡胜德透露的情报 却事关1996年 我国的台海军演 当时 我国集结了军队 抱着解放台湾必胜的决心 熊啾啾 气昂昂地奔赴台海前线 当我国东风导弹 跃然而起的那一刻 本以为会得到 划时代的结果 可美国早已从鸡胜德那里 得知了我们的情报 不仅关闭了全球定位系统 还到处散播谣言 说我们的东风导弹 一无是处 一时之间我们解放军 陷入了低迷的情绪 就在这时 美国趁虚而入 派出战斗机空袭 我国空军 导致我国空军和海军 都陷入被动的局面 此次台海军演 让我国不仅在国际上闹了大笑话 同时还严重威胁了 我国的军事安全 经过我国中央人员的 层层调查可以笃定 敌在内部 事关我国人民 和领土的财产安全 又关系着我国的国家尊严 我们必然要不惜一切代价 找到罪魁祸首 而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姬鹏飞的儿子姬胜德 此刻我国中央领导人们 既是痛心疾首 亦是不可置信 姬鹏飞一生畏国 一辈子为人民 他的儿子姬胜德 不仅倒卖军火 贪污受贿 甚至还出卖国家 贩卖情报 这样强烈的反差 让调查人员无法接受 甚至有人怀疑 姬鹏飞是否也参与其中 但这个想法立刻被否定了 因为大家都相信 姬鹏飞的为人 那么姬鹏飞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一生未明 中贞革命1910年 姬鹏飞出生于山西省临近县 因幼年丧母 姬鹏飞饱受欺凌 他深知无产阶级的苦难 于是初中毕业后 便加入了冯玉祥的队伍 在队伍中 他接触了共产党人 所谓禁诸者赤 在与共产党人交流的过程中 他逐渐了解了共产党宣言 随后便立志要参加革命活动 当蒋介石被判革命后 姬鹏飞没有继续留在冯玉祥的队伍里 而是参加了红军 在宁都暴动中表现出色 接着他担任了卫生部部长 成为了红军队伍里不可或缺的军医 抗日战争时期 姬鹏飞一路赶往安徽 为了给前线战士们 提供可靠的医疗保障 他在这里建立了新四军后方医院 姬鹏飞不仅救死扶伤 更是在战情危难时挺身而出 以贯彻向南巩固 向东作战和向北发展的策略 指挥新四军成功取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 同时还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随后姬鹏飞深入群众 组织群众团结各个阶层的民众 建立民兵 虽然他曾在后方担任一生 可因为自己深入群众 了解群众所需所求 因而深安人心之道 更是以激动灵活的战术 带领着人民群众多次击碎了伪军们的反扑 因为姬鹏飞的坚守 故而使得战线连成一片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 做了极大的贡献和铺垫 解放战争时期 姬鹏飞依旧在前线指挥作战 调整解放军的作战策略和思维 不仅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截 更是为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 做了贡献 建国后姬鹏飞没有被安排到军队中 而是在中央的指派下 他担任起外交的工作 姬鹏飞可谓是文能提笔定天下 武能上马定乾坤 在姬鹏飞的带领下 新中国的外交很快走上了正轨 1949年10月27日 东德与我国成功建立了外交关系 姬鹏飞被任命为 出任德国的外交使团团长 来到东德后 他领略了风土人情 于是在1953年 姬鹏飞又成为了驻东德大使 这个任务任重而道远 周总理亲自来为他送行 这让姬鹏飞感到受宠若惊 周总理却告诉他 你不仅要做友好工作 同时还要利用东德的有利条件 为我们国家创造好的环境 这是你最重要的任务 姬鹏飞望着郑重其事的周总理 他不禁挺起胸膛 气若红中地回答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保证完成任务 事实上姬鹏飞并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 他在驻德期间不仅促进了我国与东德的关系 而且还推动了两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活动 正是因为姬鹏飞的不懈努力 东德对我国援建了不少项目 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基础的建设与发展 同时我国的外贸活动也成为了东德必不可少的一环 两国之间互惠互利 都有了良性的发展 同时姬鹏飞在东德也留意着对我国有用的人才 他劝说了著名的石油专家郭如平博士等人才回国发展 也正是因为这些人才的回归 让我国的建设更加红红火火 在外交交流方面姬鹏飞也不落俗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 派出副手黑格前来试探我国的态度 而黑格也表现出他的傲慢 在谈判桌上直言不讳地让姬鹏飞交出恐怖分子 众人纷纷一愣 完全不知道美国人提的哪一出 但姬鹏飞却不慌不忙地说道 如今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当家做主 又有谁愿意去当恐怖分子呢 此时美国内部矛盾重重 经济危机致使阶级矛盾爆发 黑人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 让美国资产阶级政权岌岌可危 姬鹏飞的这一句回答 无疑是打了美国人的脸 让黑格只能甘拜下风 姬鹏飞不卑不亢地接待 彰显了我国的大国风范 后来在与日本建交等事宜上 姬鹏飞的表现都不落俗套 因此在1979年的时候 姬鹏飞担任了我国国务院副总理 她一生畏国 绝对无愧于心 那么姬鹏飞为何会交出姬盛德这样的儿子 姬盛德最后又有着怎样的下场呢 子不教 复支过姬盛德诞生于和平的年代 又因为父亲的关系 自小家庭优渥 她是姬鹏飞的独子 饱受父母的疼爱 从小便没有吃过苦头 更没有体会过父亲曾经争容艰苦的岁月 因此他对眼前的生活并不懂得珍惜 尽管父亲时常对他耳提面命 可姬盛德只是左耳进右耳出 因为他清楚无论自己闯多大祸 父亲总会跟在他的身后为自己收拾残局 因为姬鹏飞不会让自己断后 这就是姬盛德的自信 以至于参军后 姬盛德更加肆意妄为 军中生活困苦 他便找父亲给自己开门路 但好在姬盛德的军事天赋不错 仍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 这时候的姬盛德还是有报复的 想到自小父亲说给他的那些英雄事迹 姬盛德便拍着胸脯保证 日后一定要像父亲那样 报效国家 为人民服务 但是语愿为 姬盛德虽然想法是好的 可在付出行动的时候 理想与现实形成的对比 让姬盛德满腹抱怨 面对微薄的收入 姬盛德对现状很是不满 于是他便去一些娱乐场所玩乐 购买奢侈品来犒劳自己 但当时国家的工资水平并不高 哪怕姬盛德当时已然身在高位 可也不过几百块钱的工资 在娱乐消费面前根本入不敷出 久而久之 姬盛德债台高筑 此时姬盛德还在处理国家要事 无暇顾及儿子的事 于是姬盛德在父亲眼皮子底下 开始了以权谋私的行为 先是贪点小财 收一点小贿赂 可既然上了贼船 再难下船 姬盛德愈发的贪婪 普通的小恩小贿 很难再满足自己 最终铤而走险 走上了贩卖军火 以及出卖国家情报的不归路 后来姬盛德被抓住后 还在口口声声地喊道 你们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你们竟然敢抓我 你们放肆 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即便他是姬盛飞的儿子 如今也要为自己背叛国家 背叛人民的行为付出代价 但可怜天下父母心 得知姬盛德的罪行后 姬盛飞痛心疾首 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如今却沦为阶下囚 这让九十高龄的姬盛飞 如何承受的了 于是姬盛飞不顾自己的脸面和地位 不断为儿子四处奔走 想要帮姬盛德收拾残局 可等来的都是闭门羹 曾经与自己交好的老友们 也一个个以其他理由推脱 与姬盛德见面 眼见老人家钻牛角尖 组织于心不忍 派出了王刚主任前去劝说 当王刚来到姬盛飞家中 还没有开口劝慰 姬盛飞便大发雷霆 火冒三丈地说道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你叫我怎么忍心啊 我现在想见组织一面都难 我能怎么办 虽然国家体谅姬盛飞的心情 但姬盛德的做法实在天理难容 眼见众人都闭门谢客 于是姬盛飞等着自己大寿的时候 又拟邀了请帖 正正其事地送给了老友和中央领导们 但这些请帖犹如石沉大海 男友回音 姬盛飞落寞地坐在高位上 望着身后的寿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